哈囉,大家好,我是懷中 哈囉,小龜 今天我們會來吃雞啦 我們的午餐 雖然現在已經三點了 對 都一直沒吃東西 好累喔,因為我們就是睡到 小朋友睡到差不多一兩點 然後剛剛去大賣場買了雞 我覺得他這隻雞真的是 又好吃又便宜 CP值很高 真的,這個CP值算很高 第一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啊 就是呢 我會把這個剩餘的汁 倒進這個裡面 因為這個汁是精華啊 來,倒,後面拉起來 這個呢,可以拿來乾肉之外 或者是呢,你可以拿這個飯 去給小孩子 丟飯 很好吃 這個肉汁對不對 對,因為小朋友很喜歡 因為肉汁其實又 我覺得蠻原味的 然後又很甜這樣 然後小朋友去就是 他吃飯 攪一點進去 所以他其實很愛 哇哦 你看喔 你應該不是雞頭 我把它收起來 謝謝 兩隻 兩隻手 等一下 我只要去 小朋友最喜歡吃雞腿 先拿一個雞腿給他吃 先拿一個雞腿給他吃 拿一個雞腿給他吃 幫我 醫生要做手術 蔡主任 你今天 你今天要做什麼手術 關於這個病患呢 他得了一個就是 不讓人吃受不了的 一個病 所以我們要為了幫他治那個病患 我要來把他治 居然還有毛 還有你的大雞腿 蔡主任你今天沒有手術到 不用手術到 我今天徒手就好了 對不對 來 大雞腿 這好好拔喔 他一下就拔掉了 大雞腿 阿妹 你長大以後 這個大雞腿就是你的 沒錯 那現在這個大雞腿是媽媽的 就我的爸爸媽媽 喔耶 我們都可以吃 把他吃完了 那我覺得他們有附手套還不錯 不是啦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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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己的 我幫你背的 而且我怎麼會附這種緊的 連這種緊的手套 也不可能附啊 喔 對啊 怎麼可能附一個手術的 給他擦子 欸你拿幫我拿個盤子啊 不然的話 我肉扒下來 沒地方放 對 這樣要用很專業的就是 把肉給扒光 然後呢 剩下骨頭這一個 身為一個心臟外科的 主治醫生 這對我來說太簡單了 畢竟 我換過心 換過肝 那你還換過什麼 換過心 換過肝 剛剛最近有幫人家檢查 那個 沒有那檢查不是我檢查啦 你說檢 檢查那個什麼 就是小孩子 DNA什麼的對不對 血液送檢 對 基本上 基本上我是全能的啦 喔 他們好像會在旁邊 附那個塗膠的粉 對 對 但我們今天忘了拿 還好我們有郁 對 之前吃的時候有多拿兩包這樣 之前我是不是看新聞 你知道好像 是一位太太 但是我只有看標題 一位太太好像 拿了五包嗎 嗯 就是 呱呱叫 被人家呱呱叫 好致喔 被誰呱呱叫 就是可能正義魔人吧 可是他可能那個太太吃很重鹹啊 其實五包真的還好耶 一隻雞五包 其實 可以啊 欸不要在這邊先不要灑一盆 等一下再灑 我先 但我們 你們頂多拿兩三包而已 因為我也不太吃這個 嗯 椒鹽這個東西 不太吃 啊 我先來吃 我跟你講 這個雞呢 一定要 就是買回來一定要趕快吃 因為他的皮才會好吃 那像呢 我有的時候放到隔天 你再進烤箱 這個皮就不是那麼的好吃了 但是如果你要放到隔天的話 剛剛我倒出來的那個汁 就很重要 一定要先倒出來 對 再把它丟到冰箱裡 一定要 不然它會泡的 沒有啦我撿到 呃 這個雞皮 我就最愛了 我最愛吃雞皮了 嗯 嗯 今天是我要把你扒肉 把肉扒下來嗎 還是想啃 嗯 我不是 那我就 好 留二節吃這一段就好 對 厚厚 我覺得我超厲害的啊 專業的拔機手 對 永信 永信醫院 除了 就是 會治療以外 它會拔機 嗯 你知道它肉真的很嫩耶 而且 其實我覺得這真的超划算 因為 因為你看 其實很多賣場現在都有出這個機 一家人這樣子吃 而且還會勝到明天 明天還可以做 就是我剛剛說可以淋在飯上面 隔天的話呢 我會煮飯 然後把這個剝成雞絲 然後再淋上這個湯 就是雞絲飯 對啊 雞軟骨 雞軟骨 沒有要吃雞軟骨 日本料理常常有的雞軟骨 弄下來就是這個樣子 哇 但是 它就是軟骨 它沒有烤喔 對 我愛軟骨 有膠原蛋白感 我不想吃軟骨 吃吃看 但是你怕你不好藥 我好藥 我愛吃 吃吃吃吃 唉唷 我兒子居然把雞軟骨吃了 沒錯 它是老饕啊 老饕吃法 真的很特別 它喜歡吃雞皮 喔 但要烤鍋 對 烤雞皮 嗯 嗯 嗯 這個油的 對 很小心喔 還沒想要想盡辦法 真的 對 它現在已經 我女兒已經就是 開始會爬了 它會高速匍匐前進 是高速喔 就是你一個不注意它就 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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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跑到 跑到前面去了 吃一下 好吃 明白 嗯 嗯 打濕 打濕 其實它另外一面的肉 就沒那麼多 嗯 那我覺得都划算了 欸醫生在做手術 你在幹什麼 好嘞 手術結束啦 這隻雞已經完全讓我處理完了 嗯 蔡主任很厲害喔 蔡主任除了 會 呃 換心 嗯 換肝 然後呢 婦產科也略懂 對 然後還會幫 雞做手術 沒錯 幫雞做手術 所以是全能的啊 對啊 我才是懂事 哦 所以你現在沒有在做手術 還是有 需要我的時候還是有 嗯 那你現在會當正義魔人 就是幫 就是壞人 揭穿 嗯 對 帥出場 沒辦法 因為 再不出場的話 人家怕人家忘記我 哈哈哈哈 這肉真的是很嫩 嗯 對不對 對啊 欸 你知道嗎 我之前有吃過家叉腹 嗯 它呢 我覺得它的味道就沒有這麼好 像它 雖然看起來 它的這個肉啊 就是是白白的 但它的調味非常的好耶 那 像我很怕吃到烤雞裡面是柴的 或是沒有味道的 怕太乾對不對 那它的調味其實又不會太 呃 太鹹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肉質真的蠻嫩的 像 我都會留一點點肉 然後去給小朋友 當那個 就是鍋成師之後啊 OK 鍋成師之後啊 然後 我會 當作 然後加一點雞汁 我會加一點那個 變成雞肉飯 你看 你一直有在補 沒有它一直影響我 你一直補 我女兒已經 到了 她到了會開始噴口水的時候 會一直開始補 的階段 為什麼小朋友都有這個問題 欸 他這樣啊 一直補 讓我想到 周星馳的電影 嗯 這是 是周星馳嗎 就有一個 不知道還是電影呢 就有一直 啊 啊 他摸一點秋香 對 那個對川腸 很 像嗎 有像啊 這麼美 哈哈 好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到這邊了 好不好 不然我女兒會受不了 要帶她去喝牛 喝 大家 拜拜 拜拜 今晚記得吃雞 拜拜